HAPPY NEW YEAR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週報 我是紅豆 現在除了會告訴你們有哪些最新的遊戲資訊之外 還會告訴你們下週有哪些新遊戲要推出 讓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我的世界》中國版代理商網易控告他場侵權 法院一審勝訴 天堂2M 宣布1月8日開啟事前預約 《黑島工作室》解散後由不斷成員組成的黑曜石娛樂的處女作 《星際大戰 舊共和52》 在經歷16 年的等待後終於也被移植到了手機平台 本作的劇情設定在亞文正義近4000年前的舊共和國時代 此時的共和風雨飄搖 《決定武士》幾乎被細思大地殘殺殆盡 而玩家將操作一名被決定組織流放的前《決定武士》 逐步找回與原理的連接 並在其他NPC 的幫助下對抗細思大地 在過程中遊戲也將讓玩家做出選擇 看是要走向原理的光明面 亦或是墮入原理的黑暗裡 但最後無論決定如何 願原理與你同在 說謊的男人是誰 是一款簡明結合微量戀愛元素的手機遊戲 玩家扮演的是事業精英 感情卻一隻滑鐵爐的婚禮規劃師 發現高同時 高年星 身材好的三高男友 竟然背著自己偷吃 於是在分手後 主角決定參加高水準的聯誼派對 在聯誼中 玩家認識了十位完美的男性 然而九個都對女主角說謊 掩飾自己是媽寶 暴力狂等缺點 玩家必須要仔細觀察 小心求證 才能夠找出自己的真愛 隨著劇情推展 玩家還要透過魅力事件的快問快答 來提升魅力點 達到過關門檻 每個男主角的故事結束後 會有個節奏畫面 只要分數夠高 就能夠得到S級 進而解鎖各種結局 像是愛情結局 秘密結局等等 讓玩家徹底了解 每個男人的各種面相喔 想要了解這些渣男變成這樣的原因嗎 那就自己來挑戰看看吧 以向其為基礎發想的手機戰略遊戲 《英雄騎士團》 在手機雙平台正式上架啦 遊戲內每個兵種都有他們獨特的移動方式 砲要攻擊敵人的話 中間必須要有一名隊友 G 可以長距離執行 兵則是打倒一名敵人後能夠連續攻擊 如何運用你手上的棋子克敵制勝 就是英雄騎士團有趣又燒腦的地方 而且想要獲勝不一定要打倒所有的敵人 直接佔領對方主堡也能夠取得勝利 玩家們還可以隨意選擇 不死、精靈、惡魔、人族四個陣營開始遊戲 想要知道這四大種族為何開戰嗎 那就運用你的智慧取得勝利 把四大種族通通征服吧 3D 動作射擊手機遊戲《雷比斯之門》 要帶著玩家穿越在各個童話之中一起冒險 遊戲以童話世界作為基礎 玩家要確保故事中的角色們都會隨著劇本正常運作 一開始玩家要在傑克與碗鬥的傑克 以及湯果屋的格力特中選擇其中一名來遊玩 角色之間的性能各不相同 傑克偏向近距離攻擊 還能夠用金彈攻擊敵人 格力特則擅長遠距離攻擊 技能以輔助效果為主 此外還有小紅帽等知名童話角色 只要完成遊戲的故事章節就可以解鎖 另外透過轉蛋有機會獲得技能和外觀裝備 角色們可以選擇兩個不同的技能來裝備使用 而外觀裝備不會影響能力值 玩家只要根據自己的喜好打造出獨特的角色 就可以在童話世界裡展開屬於自己的冒險啦 The Procession to Calvary 是一款充滿地獄感的點出式解謎冒險遊戲 玩家將走入充滿文藝復興繪畫風格的世界中 扮演一位不知道十字軍東征已經結束的狂戰士 身處在這個已經不能隨便殺人的年代 為了滿足自己殺戮的心態 你只能接受國王的指令 前往追殺前朝的統治者 一路上不少獵奇的人物將一一登場 玩家將需要透過自己的三寸博爛之蛇 用威脅Leo 的方式來獲得關鍵道具 像是賞人巴掌、友善溝通 或是直接把對方給砍了 但可千萬小心 若是太超過 可是會受到老天爺的制裁的喔 由四哥喜愛動作RPG的熱血玩家 所組成的Gekko Games 將旗下最新作品Epic Conquest 2 移植到手機平台上囉 玩家要扮演出出茅廬的菜鳥騎士 Claris 在鑒與魔法的世界中 展開一場壯闊冒險 遊戲中完全沒有收費要付 只要腳踏實地打怪練功 就能夠提升能力 並讓Claris 學會新技能 除了在野外練功打寶之外 城鎮中的NPC 也都能夠互動對話 雖然目前主線劇情只做了第一張 不過作者也表示會持續更新 後續將新增更多的技能和新地圖 想要來一場輕鬆又充滿驚喜的經典冒險 就來試試看這款Epic Conquest 2 吧 《巫師傳奇戰鬥宗師》是一款 單手就能夠玩的Roguelike 動作遊戲 我們只需要操控小法師的移動 躲避敵人的攻擊 小法師自己就會在停下腳步時發出攻擊 一路過關斬將 通過各樓層關卡後 我們將有機會學習新的法術 或者獲得能夠增加能力的神器 法術有冰、火雷等元素 還有分成飛彈、護盾等五花八門的類型 若是能夠獲得同元素或是同類型的法術 就能夠獲得額外的屬性加成 面對後期越來越狡猾的敵人 可以在遇到路線選擇時 走進酒館來購買補給品或是裝備 好好整頓一番再繼續前進吧 看著著小小一步步成長 成為戰鬥宗師的樣子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 Hello Guest 是知名的恐怖秘宗遊戲 你好鄰居2 Hello Neighbor 2 的試玩版 遊戲中 玩家扮演廢棄遊樂園的夜班警衛 平常沒事巡邏一下 負責趕跑那些前來搞破壞的小鬼頭們 但奇怪的是 這個樂園裡面似乎還暗藏了一隻神秘的烏鴉生物 這隻運用了AI科技的硬壓會學習玩家的動作 偷偷的跟蹤玩家並刺激攻擊我們 當我們發現情況不對時 卻已經離不開這個樂園了 為了逃離他的追捕 玩家利用值班巡邏賺到的金錢 在早晨來臨時 去園區的商店購買各種道具 像是電線、發電機、滅火器等等 想辦法爬到塔頂逃出這一座樂園 雖然目前只提供非常簡短的試玩版 但是解明難度非常高 你有信心能夠逃出這一座樂園嗎 以人7RD 橫向動作遊戲DNF 為基礎打造的手機遊戲 DNFM 近期在韓國舉辦的活動中 是出最新宣傳影片 公開了更多遊玩畫面 本作與DNF 的世界觀一脈相承 保留了三層世界設定和使徒故事 玩家依然可以遇見記憶中的NPC 並在各種地牢場景中展開冒險 男鬼劍士、男神槍手、女格鬥家、女魔法師等經典人機角色 也將在手機上回歸 多樣化的職業分支讓每位玩家 都有機會找到自己最成熟的玩法 每個職業都有25個左右的技能 可以讓玩家任意組合 自由的開發不同的連段 遊戲也會增加全新技能 賦予經典職業更多的可能性 基於在手機上遊玩 遊戲也做了相對應的優化 玩家可以自訂按鍵位置 並加入一鍵連招、滑動等操作方式 畫面部分則沿用原作的逐針動畫技術 並全部重新繪製 角色也設計得更符合現代審美 宣傳影片中可以看到遊戲有著多樣化的遊玩模式 包含古代地牢、一對一PVP 以及二對二PVP 的內容 還有本作專屬的第八使徒 《羅特斯團隊副本》 也將帶給玩家全新的體驗 DNFM 預計將於2021 年推出 耗不耗送到時候玩樂就知道啦 曾經推出過 Demo、伊甸之魂等知名手機遊戲的雷亞遊戲 釋出了旗下最新作品 《FINARY GODS》的遊戲概念影片 影片中可以看到一位機甲少女俐落的使用武器掃蕩 不斷來襲的敵人 手中類似刀劍的武器能夠切換成盾牌形態 給予敵人衝擊 在擊敗強盜的敵人 武器吸收了某樣物質之後 還能夠切換成槍砲 進行遠距離攻擊 掃蕩一切想要靠近的敵人 雖然目前官方稍微公開本作的平台 不過從影片中的使用者介面可以推測 比較有可能是類似聚爆的動作手機遊戲 至於本作實際玩法究竟如何 就要等待官方公布更多資訊 一起繼續關注後續情報吧 所以我們有需要先把主要關注 在BES3組合作移動的大部分 在BES4組合作移動的合作移動的 正確保優勞 覺得在BES4組合作移動的 HAPPY NEW YEAR 大家2021年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有訂閱我們的巴哈姆特電玩瘋了嗎 還要記得訂閱我們的另外一個頻道 電玩瘋Light 那我們下次見